你最喜歡的電影是什麼 呃 愛情工作片 不要跟我爸講 我爸是牧師 不要讓他知道 正妹請問一下 你是什麼系的 氣管系 台客大有氣管系是不是 欸很實力欸 台客大有氣管系 你畢業之後 希望自己起薪 最少要有多少 你才願意做 三萬 三萬 三萬多了 三萬 是很多很少 什麼意思 可是之前有某企業家說 讀氣管系沒有用啦 不會有人要把企業 交給你們管 你的看法是什麼 他也是很實力啊 什麼東西的 不然他是要怎樣 毒水產的去管企業嗎 還是什麼 現在我喜歡行銷 我就會去往行銷方向鑽研 那你這樣CP值很高欸 我也覺得欸 你跟大企業爭彩一下 我是109年文書處理 金手獎全國第二名 金手獎跟金手指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很多人會誤會 完全沒有關係 最後跟我們講一下 你是什麼系 我是氣管系二年級 然後是金手指冠軍 超獎啦 考慮一下 歡迎各大企業洽詢 帥哥請問一下是什麼系的 電機 你畢業之後起薪最少有多少你才願意工作 一年七八十 欸那很多人說 讀這種電機科系 出學一定要去台積電 你的看法是什麼 你在台科校有女朋友嗎 沒有 想追台科的女生嗎 只要是女生我都愛 那你的標準是什麼 女生 身材要很好啊 女生 腿要很長嗎 要 歡迎女生們以下報名 請問一下你們是什麼科系的 我是英外系的 對我也是英外系 你們兩個可以稍微用英文對話一下 我們聽一下 Hey you look really stupid You too 你們兩位的躲藝成績 我方便問一下嗎 就多靠900分 想真的學好英文的朋友 或是學弟妹一些建議 多看一點電影吧 你最喜歡的電影是什麼 呃 愛情動作片 沒有啊 目光之城 最喜歡哪一個橋段 就是在床上接吻的橋段 嘿嘿嘿 因為很浪漫 不是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現在有男朋友啊 泰國人 因為你本身輪廓有一點深邃 你本身也是外國人嗎 我是一半菲律賓 一半台灣人 喔 真的嗎 方便脫下口罩給觀眾朋友看一下嗎 喔 所以你男朋友是泰國人 對啊 泰國人 了解 當初會選擇跟他交往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很大 蛤 就是 對 我們就診斷能量 不是 身材很大 然後很好看 這樣子 好 了解 你問一下是什麼系的 電器工程系的 只有起薪最少要多少 你才願意工作 大概四五萬 很多人說這種理工學校很多宅男比較多 你會有這種想法嗎 應該 宅男是比較多 你本身是宅男嗎 應該也偏宅 那你會抖內嗎 不會不會 你就看免費的 對 就是免費宅去做 免費宅 假如說你今天有一筆錢你想要抖內他 你會要求他做什麼事情 路上後空翻啊什麼 蛤 你們畢業之後最想做的工作是什麼 想當英文老師 喔 你這總一定爆滿的 我可以先報名嗎 可以 教成人美語嗎 對 我是說一些 Business English 對啊 當然是只唱英文的 在講什麼 學習英文我覺得多講吧 不要怕講錯話 看到一個人用英式槍 特別用英式槍或美式槍在那邊講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 假掰一點的說法 This is my book 我的頭書 帥哥請問一下你是什麼系的 我是化學工程系 希望自己起薪最少要有多少 至少要五萬 你爸媽從小怎麼培養你的歌 我爸媽其實就 蠻放牛的 就自己想事情這樣 是 想什麼事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之類的 人家說這種讀理科的 通常女生都比較少 你們班女生比較少嗎 我們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女生 喔 真的嗎 對對對 漂亮嗎 女朋友在那邊 喔 那所以漂漂亮嗎 女生我們就漂亮 沒有在看其他女生 純情少年Gay